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感恩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给我这次机会 做这个汇报 给大家做这个汇报 那么我汇报的题目呢 是学习华音经菩萨三重账后的忏悔心得 其实非常惭愧 我是昨天下午刚下飞机的时候 才拿到老法师的这个讲义 昨天晚上呢才看的 看了两遍 但是在上周去北京的时候呢 就开始忏悔自己身上的这三个问题 一个是傲慢 一个是嫉妒 还有一个是贪 那么说实话呢 我是从04年开始学佛的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学佛的缘起 04年的时候呢 我们家有一个保姆 那这个保姆呢 是跟着老法师学习的 他从04年5月份到我家之后呢 就一直劝我学佛 那劝了我大半年 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学佛 那么这个也是我上周开始忏悔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 其实从一开始啊 这个傲慢就一直跟着我 自己不觉得 那么他当时呢 跟我说了很多学佛的好处 然后也给我拿了很多老法师的书和光盘 我都没在乎 也没看 我说这个你不要跟我说 这些都是迷信 我这个不会学这些东西的 我这研究生毕业怎么可能学这些呢 后来我们家的保姆就说 说这个非常好 你可以学一学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我这个婚姻也挺好的 家庭事业都不错 也没什么身体 也没什么毛病 我就不需要靠学这个东西 有一天呢 他又在家劝我学 我当时呢就 着急要出去 我就随口跟他说了一嘴 我说你安排佛 佛菩萨今天晚上给我托梦吧 托梦我就学 结果呢佛菩萨真的很慈悲 当天晚上呢 我是做了一个梦 梦见呢 就是有一个尼姑啊 到我们家来敲门 我就开了门之后呢 我就问他 我说 哎我说你是谁啊 他说我叫妙善 他说我要到你们家来住两天 我也不知道妙善是谁啊 我说那你就进屋吧 我说你看看我们家这么多屋子 嗯 你想住哪间 他就指了一间房子 他说他住在那儿 后来我下楼之后啊 好多人还都在梦里头 好多人就问我说 哎他怎么住你家不住我家 我也没觉得 第二天呢 我家保姆来上班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梦跟他说了 我说哎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尼姑 他说他叫妙善 因为我不懂佛教 也没学过 我说这妙善是谁啊 然后他说这个妙善呢 是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出家之前叫妙善 我说啊 后来我们家保姆就很激动 他说哎呀 他说你看都给你托梦了 你就学吧 那个我领着你去请这个请佛像 后来当时就想好吧 那就请遵佛像 那么实际上把这个佛像请回家之后啊 并没有真正的去学 觉得因为我们家保姆就劝我说 你是做生意的 你先生也做生意 这个你要求观世音菩萨 求什么都灵 那么当时呢就想 哎呀那我就去庙里头 我说我就在那个 每次去庙之前都写个条 就是三件事儿 我说这个能不能帮我赚多少钱 那个能不能帮我赚多少钱 去了之后真挺灵的 每次呢观音菩萨 我觉得都挺慈悲啊 后来我说因为我说这个挺不可思议的 我就跟我们家保姆说 我说你能不能 我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书什么的 我说我也不能这么迷信 我说这个道理不懂 后来他就给我拿了很多书 我就开始看开始学 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很傲慢 也的确哈 没有没有一个因为那个保姆给我拿的 一直都是老法师的书和光盘 他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去 因为在心里觉得也没有想到这个是什么 高僧大德 没想那么多 就是当着消遣翻一翻 看一看挺好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和生活 事业都不错 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学到去年 学到去年呢 应该是去年 前年的时候08年 有人就把这个传统文化 带动经济和谐发展的光盘给我 是这个胡晓琳老师讲的 他说你是做企业的 你看看这个光盘特别有好处 我当时我就 我说好你给我吧 我就在家我就放在那了 结果给我这个朋友啊 隔两个月啊 他就问问我 他说你那光盘看没看 我说没看 他说你怎么没看呢 我说没有时间 我心是哎呀 就是近空老和尚呢 那我还没时间看呢 哪有时间看胡晓琳的 我哪知道胡晓琳是谁呀 我就放那 我这个朋友呢就一直催我 他说你看没看看没看 这样催了半年 有一天啊 我就把这个光盘拿出来 拿出来其实真的 没有恭敬心啊 我就 放到那个卧室里 我心得全当催眠吧 看一看啊 我就给他放进去了 放进去之后 当时其实挺震撼的 特别吸引我 然后一直一口气看完了 看完之后 其实还在那挑毛病呢 我真的想 胡晓琳因为在第一张光盘里说 说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很少 我还想我那企业做的也不错 其实也不比他差到哪去 也就没学弟子规 要学弟子规可能会更好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把这个 弟子规开始拿出来 我是从家里开始学 跟孩子一起学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之间呢 经常互相这个打架 老大八岁 老二三岁 学了一段时间呢 学的还可以 尤其是这老大编了不少 我就把弟子规呢 开始引到企业 在企业里开始学 我记得学到 两个三个多月吧 我是去年五月份 把这个弟子规引到企业的 那么学了三个多月 是在缺底 缺底的时候 唐山呢举办这个企业家论坛 那么当时呢 就有一些朋友啊 就特别推荐我去 我也没想到 那个名额那么紧张 他全国呀 只有八百个名额去 我说啊 我说去不去都行 能去就去吧 哎呀 他们就跑前跑后的 给我张了帮忙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去参加这个 唐山企业家论坛的时候 火车票都是人家给我买好的 哎就是特别真诚的说 求你了 陈总你一定要去 说怎么怎么样的 我说好好好 我就跟着 带着这个傲慢的习记就去了 其实在去之前 去唐山企业家论坛之前 还有 那个唐山那边呢 就给我打电话 说哎呀 说你这个 在大连推行弟子规 虽然推行的时间不长 才三个来月 那应该也有一些体会 你能不能上台来 做分享嘉宾 那边就是要给我 做分享嘉宾 然后呢 也有老师跟我联系 那当时呢 我正在外面开车 然后这个老师就跟我说 我说那怎么上台分享啊 他说你就把你以前 怎么怎么错 怎么怎么饿 你给说出来 然后你再讲 学了弟子规之后 怎么变好的 其实我当时一听这话 我就来气了 我说我原先吧 也没有多饿 我自己感觉挺好的 哎呀 学历也不错 人民大学毕业的 从小呢 感觉还是比较有家教的 婚姻呢 也没离过婚 也没有什么的 企业也不错 孩子都挺好 我说我以前就还挺好的 我说你就学这个 也没 也没见到多大校 才三个多月 我说你这个 别让我上台分享了 我说我分享不了 你这个让别人分享吧 就带着这个 这种傲慢习气 就去参加这个 传统话论坛了 那么去了之后呢 当时坐在台下 听那个台上老师讲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师 是刘芳老师 讲得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就在底下听着 我说这不可能这么好啊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那肯定是有问题 还没说出来 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师呢 还跟我说 你说他有那么好吗 我说不可能 我们俩还互相安慰一下 真的 我觉得这个傲慢 真的挺恐怖的 就是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能一眼就能看出 别人的这个问题和毛病来 我记得当时那个 胡晓琳老师在台上答疑 那底下有一个观众呢 就问他 说那个 学习弟子规 不得利 那应该还配合什么来学 胡老师呢 其实拿了这个字条吧 他半天没说话 他没说话的时候 我就心里在想 我坐在台下 我心里就想 他肯定说 配合了凡私讯来学 因为 这是应该的 绝对是配合了凡私讯 然后胡晓琳老师在台上 的确就这么说的 我当时就想 其实我觉得 我跟胡晓琳也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他在台上 真的是挺傲慢的 回了那个路上 有一个 有一个人跟我一起 我开完四天会回来 有一个老师 跟我坐在一起 跟我探讨 因为我从小 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聪明 当时考人大的时候 都是文科状元考过去的 真的是 然后那老师就跟我问一些 这个胡晓琳在台上 没有讲到 或者他没听明白的 那些佛法 我就给他一遍 我就给他一顿展开讲 讲的那个 哎呦他可佩服了 哎呦他说 你怎么没上去讲呢 你这跟胡晓琳差不多 我当时美的都不行了 我说哎呦 其实我说我不吸得上去 他那个 那上台老师 就那么回事 指不定台下怎么样呢 真的就是这种傲慢的喜气 我自己想想 其实傲慢挺害人的 我刚才在小外 小那个休息室里 背课的时候 其实还都 一直是在哭的 因为学佛 我学了六年到现在 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进步 就觉得一切都还差不多 那么我看那个老法师那讲记里 他就有一句话 他说 已经学到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就为什么佛法的利益 你一点没熏上 没有熏修的这种真实利益 的确是因为自己 比较心浮气躁 是老法师讲记里说的 他说你为什么心浮气躁 那根在哪 他根就是在这个障碍 障碍都知道 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去低下头 去看自己身上这些 真的没有 我自己也是从来都没觉得 我傲慢 我没觉得自己傲慢 就觉得我平时待人也还行 也没有很张扬 也还很低调 我就是前两天去北京 在去北京的时候 临时给胡老师打个电话 我说胡老师 我想见见你 因为我想去这个香港 去看看老法师 我说那见面 说些什么 问些什么问题 结果见到胡老师的时候 其实胡老师一直在 跟我讲 怎么忏悔 怎么改过 我是在听 但是没有说很认真的听 我回到酒店以后 胡老师就给我发了个短信 他说静语 他说你太有优越感了 你太自负了 他说你这样学佛法 会越学越偏的 他说其实 我自己身上也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很敏感 我能看到你的问题 我特别感恩你 你能让我看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善相劝德杰健 为你着急 也为自己着急的朋友胡小林 我当时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惊 因为我一直在想 是我知道我有优越感 是我是比较自负 但是会越学越偏吗 他能偏到哪去啊 我自己没有往身里想 我就很简单的给胡老师 回了个短信 但是其实第二天凌晨的时候 凌晨还不到五点半 胡老师一大早 他就又给我发个短信 就是当头棒喝 他说静语 你太炫耀自己了 你太自以为聪明了 你瞧不起别人 看不到别人比你自己更好 傲慢自大 嫉妒 他说这种病根 会让你翻船的 他说你一定要醒悟 我当时其实是很惊讶的 我在酒店里 我一直到七点钟 我坐在床上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这个短信 也不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我就开始一点点往前回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第二天呢 胡老师又亲自 他又赶到酒店里 又跟我说了很多 后来我自己啊 突然之间 真的我觉得 那种感觉啊 就像是人 已经蒙着眼睛 走到了悬崖的边上 但是突然就被人一把拉回来了 我昨天是看了老法师的讲记 我才知道 老法师在讲记里 他说 贪婪是多恶鬼道 称会嫉妒是多地狱道 傲慢是多修罗道 修罗是魔 即便你有大智慧 很有大福报 你将来是当魔王 你没有那么大智慧 没有那么大福报 是魔子魔孙 我看完之后 其实真的很 很恐怖啊 觉得 学佛学了几年 最后把自己学到魔道里去了 我这是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的记忆力很好 很聪明 我是头一天看完佛经 第二天就能 把他们很完整的 讲给别人听 而且能加入自己的这个理解 但是 老人家说 这个都是记问之学 因为你没有受用 你身上的毛病习气 一点都没有改 我从去年 参加唐生论坛之后 其实在八月份 自己在大连呢 我就办了 三次这个论坛 论坛虽然办得很成功啊 我一直很 很自以为骄傲 因为大连的论坛 说实话 开启了 后来国内这种传统化论坛之风啊 分享老师纷纷上谈 因为从大连论坛开始 全部都是分享嘉宾 我当时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很谦卑啊 我做得也很好 但是现在啊 我昨天晚上 晚上我在这个 来到香港 我在酒店里 我还在想 大连论坛其实结束之后呢 很多人也提出这个意见 尤其是对我的员工啊 我员工当时参与了 说了很多 我当时一直在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 后来没想明白 我就把这个问题放下了 我昨天晚上 其实突然以下明白了 就是一报随着正报转 我的员工他跟我一样 我身上是什么样 在他们身上 一模一样的是同样的问题 那么人家义工老师 来参加这个论坛 他看到你这种傲慢 看到你这种自大 他一定会心里很反感的 我当时大连后两场论坛呢 是跟另外两个老总合作办的 那么其中呢 有一次在第二场论坛的时候呢 那个老总就问我 说哎呀 说近于今年那个黄金很好 因为我是做金银币和黄金投资的 他说你那个买卖一定很好 其实在世间 这应该是应该谦虚的 我当时哎呀 我当时二话都没想 就是我对啊 非常好很好 其实当时那个老总的脸上 就不是很自在 我也没发觉 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啊 就悄悄跟我说 说近于你不要这样 因为他今年的生意 金融危机不是很好 你这样说会让人家心里很难受 你其实可以隐晦的说 一般般过得去 你不用那么直 你是很好 但是没有必要说出来伤别人 我现在想想啊 真的就是傲慢 因为觉得什么都好 没有什么挫折 也没有什么逆境 然后从大连论坛开始之后 我就跟着 陈大会老师呢 一直在国内呢 开始弘扬传统文化 经常出去讲课 我直到是这次去北京 一个台下的观众呢 碰见我 我就从来我没给观众 很认真的鞠过宫 因为这次在北京 开始反省了 我就给这个观众 很深的鞠了一宫 我说 我讲课存在哪些问题呢 后来这个老师啊 他是外地的 他就特别真诚的说 说陈老师 我觉得你这个宫 是唯一居的比较软的 你在台上那个宫啊 一直居的很硬 甚至不居下来 像领导一样 其实我当时听了一愣 后来他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台下的观众啊 就说了人家人民大学的 又是老总 人家怎么可能 给咱好好鞠躬啊 我昨天我在酒店里 我就想 这样出去洪扬传统文化 怎么可能把传统文化的 温良公俭让 真正的洪扬出去啊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惭愧 我记得在 沈阳第二届论坛的时候 我们老师都坐在台上 有人就专门提出过 说一定要鞠躬吗 我们那些老师都在回答 其实到我这块 我是说 没有必要 就是在于心嘛 我当时就觉得 不再行是在于心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直到昨天我在想 真的不是这样 有一句话叫 行于外 而话于内 很多时候是从形式上开始的 哪怕这个形式是假的 像老法师昨天见到我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没说别的 他就说了两个字 他说人要谦虚啊 我当时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 我知道我就是一直不谦虚 老人家还说 说你看胡老师 人一开始可能是假的 但假着假着 人家就是真的了 你连假的都没有 那真的都谈不上 我这次从北京回来也很巧 在机场呢 就碰见一个观众 是沈阳第三届论坛的时候 听过我课啊 我以前呢 要是碰见 偶尔碰见这样的 听过我课的朋友 我一般是顶多点个头 谦虚一下就 讲得不好 请多提意见 我就走了 我这一次真的 我是深深的 而且是在洗手间门口 我就给他拘了一个躬 然后那个老师其实是一愣 后来那老师就说 其实陈老师 你讲的都挺好的 我说没有 我说其实我在台上讲课 从来真的就是不配做一个老师 包括今天也是 其实是给大家做回报 我真的很惭愧 因为 在老法师 这个讲义里 老人家反复提的是谦虚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拘功 不拘功自傲 他说任何一个菩萨呢 他都是把功德推给别人 他推给佛力的加持 他推给十方大众 他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一点功德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没想到 从来没想到我在台上 做传统文化论坛汇报 底下的观众有什么功德 没想过 自己私下里回家之后呢 还经常把我这个传统化的功德 回向出去 见到我的员工还说 哎呀 我说你们都不懂随喜功德 我说我这出去 讲完论坛回来 你们得随喜功德 真的是自己 太傲慢了 我觉得傲慢 真的像那种 长在肉里的很小很小的刺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 他不是 不是像那种大刺 一下就拔出来那种 就是长在肉里 自己不觉得 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变满全身 一点都不觉得 可能在你的 一个眼色里 某一句话里 他就都表露出来 我这次在北京 还有一个老师 其实就是刚才 给大家做汇报的 李总 他说的话特别震撼我 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哎呀 他说我们好事没少做 惊艳了很多 也做布施了 也帮助别人了 也捐款了 也参加传统化论坛了 也弘扬佛法了 最后呢 就是一样没做 西方极乐世界没去成 为啥呀 从来没放下一个我字 其实李总跟我 跟我们说这话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头是 真的就是那种 突然之间感觉到 很震撼 我觉得这好像说的就是我 做了很多 自以为做了很多 但把很多该做的事情 都放下了 学佛学了六年 我觉得 特别懈怠 真的很懈怠 我觉得懈怠的原因 没有别的 就是傲慢 原先 有朋友就说 说这个学佛呢 要精进啊 要每天呢 都提起正念 要发这个菩提心啊 要念佛 说了很多 包括这也是老人家常说的 但是在我的心里呢 我就觉得 哎呀 来得及 你看这事业 企业也这么忙 公司也这么 这么多事 孩子家里头这么多事 还要敦伦兴奋呢 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这些 还两天再说 下周再说 下个月再说 明年再说 一会儿就 五六年 我就觉得这五六年 好像全都白费了 我们在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还碰见了很多 特别优秀的老师 这是原先呢 在没有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 没有的情形 因为自己呢 在大连 关着门 我是不喜欢 结交朋友的 先生做生意 做了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应酬过 本身也不爱看报纸 也不爱看杂志 从小呢 也是 不怎么吃婚 又不吃婚的 所以就是自己觉得挺好的 这些东西 嗯 本身我就比较干净 就自己觉得挺干净的 那么在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 碰见了很多 特别优秀的老师 那天 胡老师在给我发短信的时候 我才突然觉得 其实傲慢和嫉妒呢 真的它是一对 你傲慢的时候 往往就带着一种 嫉妒的心理 你嫉妒的时候呢 往往又带着一种 傲慢的心理 说实话 到现在 蔡老师的光盘 我都没正儿八经看过 送出去不少 我妈都认认真真地看完一遍 问我 我说这个 没看 我说 一看就容易睡着 也没有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出去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的课特别受欢迎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 他讲课的时候呢 整个全场的观众啊 都掌声雷动 效果特别的好 哎呀 那观众评价的都 真是觉得 太有意思了 就是既生动又活泼 又非常好 我当时心里头 其实就 不是很有滋味 觉得 他长得也不是很好 你说 他这个讲课题目呢 是 做一个好女人 他怎么可能 那个 点儿没有问题呢 后来有一次 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呢 人家就跟我说 说他也 有过这种 生活上的不顺 我心里就 突然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原来他也是这样 这个符合 符合我的想象 这个可以 我就心里就 就平了 我就看那个 嫉妒两个字 今天我就在那看了半天 这两个字 全都是女字旁 我觉得女人真的是 很容易引起这种嫉妒心 你看那个嫉字 女字旁旁边是一个疾病的疾 你只要是有嫉妒 他一定是有病的 那种心病 他就是像毒药似的 一点点侵蚀你 你不觉得 他很 很难喝 真的 有的时候毒药是很好喝的 喝着喝着 最后自己中毒了都不觉得 而且我发现傲慢的人 脾气特别大 我原先脾气特别大 就发火 人家还都说 说这个 其实跟李总汇报的一样 人就说 人挺好 心挺好 就是有点脾气 周围的人都这么说 对人该拿的时候 都拿给东西 给这个给那个的 特别能舍得 但是火通上来之后 由着性子就 一顿就发出去了 尤其我们家那个司机 真的看了胡晓琳老师的光盘 我觉得我比他有过之而不及 都是 我那个司机跟了我好多年 四五年了 脾气特别好 我们家什么事 他都帮我干 就包括上下接孩子 然后买菜 买东西 是个男孩 我们家那个高管都说 说你跟着 你再跟陈总两年 你将来结婚之后 什么都会了 都不用你老婆干了 人特别的好 我那动不动就 发火 有一次我俩出去 还是大连附近 宝坊店有个传统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讲座 我领他去 同行的时候 还有一个老师 因为他这个事先 事特别忙 他就没有来得及问路 结果到那块 那边电话也联系不上 我们就是怎么早都找不着 那个地方也比较偏 哎呦 就耽误时间了 人说一点钟到 这都快两点了 也没到了 给我气的 我就冲他一顿发火 车上那个老师 就说 哎呀 说静云你别怪他 说这都是一样 那都不认识路怎么办 等一会儿 联系上了之后 咱再找 包括还有一次 也是在沈阳 我们传统话论坛 他去沈阳呢 带着坐那个车的过户 就把公章带去了 结果因为特别辛苦 跑长途 又办这个车里 车辆过户手续 他公章揣在这个兜里 就丢了 结果被这义工老师捡到 捡到的时候呢 我正在台下听课 那义工老师就过来说 陈总 这是不是你们那个 红翔的公章啊 其实我第一个念头 就特别活 我觉得这多丢人呢 在这儿把公章丢了 你说 我说是 我拿着公章 我出去 我就给他叫出来了 劈头盖脸 我也不管 我就给他一顿训 我说你这公章都能丢 你还能干点啥呀 他就 每次我批评他 他就是一句话 他说陈总 你别发火了 我错了 你别上火 然后那次 他就 他也哭了 他说陈总 我上去 我去给你 那个些毁过书 我以后一定不丢了 我这真的是太忙了 忘了 不知道 他从兜里头就溜出去了 结果这次啊 我也是从北京回来 坐飞机 刚下机场 他就来接我 结果我在车上 我就跟他道歉 我说 我说陆阳 我说是我不好 我说以前我脾气太大了 我说这个都是因为 我太傲慢了 没有真正的 给你当成自己的兄弟 就弟子规上最简单的 是诸兄如是兄 是诸父如是父 根本都没做到 而且在传统文化的那个 论坛上 就那么发作 台上还上去讲传统文化 我说我真的是 很惭愧啊 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那个司机啊 我觉得真的是菩萨 身边的人真的都是菩萨 我说那司机就说 陈总 你千万别难过 他说这正常的 你说我都是为我好 他说 没事 他说你就性格是这样 我们都了解你 我当时半天没说话 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性格这两个字 想了很久 后来快到家的时候 我就跟那司机就说 我说这个性啊 它是一种习性 你看三字经上说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我说我们这个性啊 它是习性 习性啊 它是远远的跟我们的本性是背离的 所以才叫性格 你看格是格斗的意思啊 我自己在那分析 我说我们应该跟我们的习性做格斗 然后让他一点点的恢复到我们的本性上 纯净纯善上 我说这是我们做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说我一直都以性格做借口啊 障碍自己的这种学习 我说其实 我真的给你们做了一个坏榜样 这个老板呢 不配当这个军亲师 我这次在北京 还碰见钟老师 我特意请教他 我说 人为什么会傲慢 其实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自己 钟老师跟我说 因为他无知 我说他为什么会无知啊 钟老师说 因为他不好学 好学近乎智啊 这是孔子老先生说的 他不好学 他跟那个智慧是远远背离的 有点小聪明而已 我真的我觉得自己挺惭愧的 就是真的是无知 还觉得自己挺有学问 挺有智慧的 到处跟人说 我们那个员工从学习传统化 将近一年来 每天早上我们有四十分钟早会 念完弟子规啊 我们开始轮流读这个 廖凡 然后我就 剩下十分钟 我就开始给大家讲 哎呀 讲得可来劲了 然后 头一天讲完的 可能隔两天我就忘了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 我说 哎 我说前天刚讲完这个 那个三十七套品 怎么这三十七套品 我今天就忘了呢 那天刚把那个八菩提芬 我说的头头实道的 因为头两天看的 看的 马上就能记住 记得可清了 怎么就忘了呢 也是昨天晚上看这个 环音经这个讲记 我才明白 因为它根本它不是从你 性德里流露出来的 它只是记问之学 你当时你记住了 你说的事挺好 但是它根本不是你的性德 不是你的本性里 自性里能生出来的东西 我看过六祖谈经 在好几年前我就看过 很爱看 看完之后 那几句话 我一直记不住 我当时跟陈大会老师 陈大会老师一说出来 我还很羡慕 我说他怎么总是能够 记住这几句话 讲自信的 就能大师讲自信的那几句话 五句话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不生不灭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我昨天晚上我就在那想 我说这几句话 我怎么总也记不住 后来我想 他不可能记住 因为你根本都没有修德 你德不修 哪来的性德呀 你性德也显不出来 哪有自信啊 根本都没有觉悟 我自己在这品 从这个学佛这么多年 为什么傲慢和嫉妒一直不除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我在傲慢的习气和 嫉妒的习气 为什么不除呢 包括刚才在进屋之前 我都在想 我自己想 就是没有真正的深信因果 如果你天天想着 你傲慢 你将来你就堕落到修罗道 你嫉妒 你就进到地狱道 你真相信有六道轮回 你真相信这个因果的话 你怎么敢去傲慢 你怎么敢去嫉妒 老法师在讲机里反复提到一句话 他说人不懂得自爱 他是不可能爱人的 不自爱的人 他也不懂得羞耻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爱的全是假的 全都是那些表面的东西 财色明十岁 爱的都是这些 没有把真正的把自己这个身体看穿 真的觉得还还为他去维护 还为他为他想很多东西 如果真正想到那个真正的我 他是我们的灵性 他是我们的那个本性 你愿意让我们的灵性越来越提升 愿意让我们的灵性跟佛性相辅相应 你一定会真心的 勇猛精进的提起这个念头 往前改 在从去年到今年 做了十几场传统文化的这样的汇报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底下的观众 真的 因为一直带着这种傲慢 带着这种忌妒 包括这种贪婪 这种习气上去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真正的好的传统文化 去传递给观众 因为观众是有感应的 你那个真诚心没有 你没有想到底下的观众跟你是一体的 你去爱他们 你去真正的为他们去做这个报告 那个心和心的距离真的是远的 我前两天看一个PPT 他就说 为什么人爱发火 因为当 你心里没有爱的时候 你很容易发火 那个声音特别大 很震撼 为啥呀 其实人 那发火的时候 人和人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没有必要要那么大声吗 他那个PPT里就说 说因为这个时候 新语新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他就凭着那个大声啊 去哄出来 他说你看相爱的人 他都是低声细语的 甚至是无语的 他不说话 他也能感受到 因为这个时候 那个心与心的距离是最近的 我就在想自己啊 出去做这么多场汇报 真的没有真正的 把底下的那个观众放到心里 没有把所有爱自己的那些人 放到心里 也从来没有把佛陀的教诲 放到心里 也没有把这种戒律放到心里 生口意和三样 时时都在照页 他自以为自己有功德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记得老人家曾经说过 他说 只有一个人啊 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法器 他才能够真正的去续佛会命 才能真正的去弘扬正法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在北京 胡老师批评完我之后 我一直在想这个 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自己不是什么法器 还跟那么多人说 是自己是学佛的 真的是内着外清 外表看来是挺清净的 里面都是污浊的 你这个法器里面一片污浊 他怎么可能把正法盛进去 什么都没有 都白学了 我这次到香港 才突然发现自己 这边头发有好多白头发 因为以前一直人家都说 我很年轻啊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 会年老的问题 我看着那几个白头发 我就真的 我就突然很震惊 原来人真的会变老 这一段生命 会很快的就离你而去 佛在开经纪里经常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在这段生命里 好不容易去遇到了 真的如果 自己没有好好做 他不是糟蹋了这一生 我就就像老人家说的 是糟蹋了百千万劫的 这种 这种机会 自己傲慢 其实来香港的飞机上 我写了很多 从眼前的事 一点点的 好像一直能推到 升下来的时候的事 我在 傲慢给自己总结的 有一条就是 经常拿自己的长处 跟别人的短处去相比 比着比着就把自己 比得特别大 把别人都比得特别小 最后自己特别安然的 就觉得 这是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学佛 时间很长的 我来说 真的当你有一天 发现自己是很麻木不仁的 很懈怠的 而且不自觉的 在这种状态中 很安然的去度过的时候 就把自己真正的给毁了 我原先呢 一直没想到 我是个很贪婪的人 从来没想过 因为从小 我对金钱就没什么感觉 对明和利也没什么感觉 财色明时睡 我睡觉时间很少 晚上睡个几个小时 吃饭也不怎么爱吃 吃的很少 从小就是这样 你要说这个 原先我那阵 拿这个财色明时睡 跟自己审的时候 我还想 顶多是色上 可能是有一点 自己还是像 正常的女人 比较喜欢穿一穿呢 那喜欢打扮一下呀 没有什么 好像财色明时睡都没有 这地狱跟我没啥关系 我以前我真的就是这么想 我是这次也是被胡老师 真的是一下子棒喝醒的 他有一个短信 他就说 他说你在贪着适乐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拿这个短信之后 我想了半天 什么叫适乐 我真的是贪着适乐了吗 世间的乐 是什么呀 我不瞒大家说 我真的我觉得 很贪婪 是贪婪 因为自己生活的这种安逸 那佛法的这种皮毛的利益呢 又得到了一些 很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中 你的婚姻呢 你的事业啊 你的家庭啊 各个方面都还不错 很安然 没有再想到别的 没有更想到 更多的 更大的使命啊 什么菩提心啊 什么救众生啊 那红试院发的 就是在嘴头上过一去 我没有想到众生有那么苦 而且当这种境界一现前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就进去 我是在上个月才来过香港 当时呢 参加香港的这个珠宝展 一个国际珠宝展 我跟我先生出来呢 我自己呢 我自己以前出门呢 一直是 都是坐这个普通舱 跟我先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订的是这个头等舱 订头等舱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还没觉得 结果呢 从头等舱出来之后呢 后来又到澳门啊 住这个六星级酒店 哎呀 人真的就是 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 我不知道 原先啊 会被这种境界诱惑 我从学传统文化 很久都没有买这个奢侈品 那么在澳门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我逛那个 这个奢侈品店 我就起了那么一个念头 我觉得人真的不能起念头 很吓人 因为当时看到那个普拉达 它有一个包 今年的限量版 上面是一个小老虎 然后那个小老虎呢 跟我这个金店呢 卖的那个小金钉上 那个小老虎很像啊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 我当时我就说 哎呀 我说这个真漂亮哈 竟然这个国外的奢侈品品牌 普拉达 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哈 这个印上去了 这么好看 再一看那包一万多 我就在 心里就在做思想斗争 我说我是买呢 还是不买呢 我学习传统话 都坚持这么长时间了 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啊 放松一下呢 是不是 我都好久没买了 那我 我就一直在那想 那我是不是应该不买呢 反正 哎呀 我就又给自己买找理由 说这个包这么轻 这么大 出去走的时候好 这样那样的哈 但是我好像还是不应该买 因为学传统话 还是要坚持哈 这个要勤俭 那为啥要勤俭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勤俭 反正在那 正在做思想斗争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在那 站着看那个包 然后我先生就来了 来了他就瞅一眼 他说 你是不是挺喜欢这包的 我就没吱声 我就瞅他一眼 我估计那眼神里 全都是很喜欢 然后他就自己过去 把那个刷卡 就给我买下来了 买些我就挺高兴的 我想 反正这个最终 也不是那个我要买的 是他掏钱买的吗 那我就还是要用了 我真的 我觉得就是人哈 他这种贪念哈 或者是这种贪爱哈 很难去从心底里去拔去克服 比如说做美容 我就一直在想 美容院 我这个这个卡用完了 我再也不做了 因为这个咱说 相由心生哈 我这个面相应该是自己的心去生的 那个我那个办的美容卡很贵 好几万块钱 我说这个太奢侈了 我要把这个钱省下来 结果等到快要续续费的时候 那个美容顾问就跟我说了好多 说陈姐呀 你应该续呀 怎么怎么样 我又给自己找理由 我想 嗯 他这帮人是不是也需要度呢 这个传统文化 我应该给他送到这儿 那你说我要是不在这儿做美容 那谁来给他说传统文化呀 那帮儿他都不学 我说好 再接着续吧 续完了之后 我就安排司机 我说那个把传统文化的书 给他们送两个过去 我真的我一点没觉得这是贪 以前没觉得 我觉得自己做的还挺好的 你看这也不是我自己去攀缘 那都是随缘吗 他们给我打电话的 或者是让我来做的 我也就做了 但是我就是昨天啊 一路上在这个飞机上反省的时候 因为胡老师说 你每件事你都反省 至少能反省出20个事了 你自己想想你的问题 我说傲慢呢 我能反省出20件 自己这个傲慢是挺严重的 嫉妒也差不多啊 那种隐隐的 贪婪呢 好像是没有 我自己就在那想 想了半天 我就在后来等着 我又一转念 我在拿着那个老法师的那个奖记 就是下了香港 拿了老法师的奖记 我在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因为自己啊 不只是20条 太多了 你看那个三重账 贪婪有一个就是 贪于这种睡眠 吊局 我是这样的 每天晚上要是看经 我要累了 我肯定不坚持 我啪一合上我就睡觉 那么要是经常累了 我就经常合上睡觉 昨天晚上是唯一坚持的 其实我看完第一遍讲记 我就很困了 真的很困 又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 飞机又晚点 但是昨天真的想想 如果没有这种勇猛心的话 我退了 可能我这一死或者一堕落 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 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看这些东西了 我就到那个洗手间洗八点 接着我又看第二遍 看完第二遍已经快两点了 早上五点多钟起来 我又拿起来看第三遍 在旁边 每一段话上我都在想 这一段事我犯过 比如说 老人家说这个 见到别人饿 你说还是不说 这个问题前两天 我还请教过钟老师 老人家讲记上说是不说 你要反省自己 看自己身上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赶紧改过来 而且要非常感恩他 真的他是善知识 来教你改正的 如果没有的话 赶紧让自己警觉 千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那你看见好的 你就表扬 看见不好的 你就批评 这是什么 这是着相啊 这着相了之后 你学的那点东西 全部那都是知识 它根本就不是智慧 这点知识 顶多能让你断恶修善 顶多能让你 升到那个三善道 顶天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 没什么用 你跟佛法结个缘而已 我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呆住了 我瞅了半天 我就想 这说的都是我自己 我看见不好的 我就忍不住去想批评 看见人家那个 要是学的不怎么样的 哎呀我说 你这还出来 讲传统文化呢 一点都没想到自己 包括这个忌妒 我觉得 可能看我这个问题 看得最轻的 是我先生 我跟我先生已经 结婚 我们是高中同学 结婚已经十六年了 在一起 我记得好多年前 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有一次他就是出差到黑龙江 然后呢突然那个手机就打不通了 然后隔几天再打通的时候 那个号就一串是那种 就是外国的号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 我说什么是这个号 你在哪 他说他在那个俄罗斯 正好临时呢 有点事 他就去俄罗斯 我当时就不怎么高兴 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那你都出国 你不告诉我一声 那手机还关了好几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句话 我到现在我都 我都能想起来 我先生就说 说我怕你嫉妒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你这 怎么这么看 我说我怎么可能嫉妒呢 我又不是说 那个小家庭出身的 后来我先生再没说过那句话 但是我现在想想 的的确确 可能是跟你 最近的人 最爱你的人 他能够把你身上的毛病喜气 看得一清二楚 我先生的事业做得很大 也很成功 我之前 非常不屑一顾 我先生有一次 甚至他说 他说 哎呀 我就是在你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 他有一次 他说 他说 我特别感谢你 我是在你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他每次 他跟我说 他比如哪个项目成功了 我都不以为然 我说 哎呀 我说 这算什么呀 那男人事业成功是正常的 你不成功 你才应该反省呢 再说了 家里的活都我做 孩子老人都是我照料 那你还能干什么 你不就是做生意吗 那你做生意做不好 那你绝对是失职 你就这么一件事 你就应该做好 我记得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那个集团开会 开会之后啊 他特别高兴 因为那一年 他那个业绩啊 很好 非常的好 这个生意呢 企业也上了一个层次啊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之前啊 我就说 我就挺想参加 他们这个年底高层的 这个会议的 我是单独的一个企业 这个不是跟他不在一个毅力 然后我跟他说 他就没让我去 我当时我还在想 怎么他那面会议 都不让我参加呢 结果他开完会之后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老婆啊 这边很成功啊 他说这一年 我们做的怎么怎么样呢 我记得我当时啊 我原话我就说 哎呦 我说有什么呀 我说这么点破事 还值得开庆功会 我喝的醉醺醺的 烂七八糟的 结果说完之后 先生什么也没说 他就把手机的就给 关了 关之后呢 他三天没回家 而且是元旦 我也没有反观自己啊 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 我特别生气 我就跟我的公公 我就说 因为我一直跟公公生活在一起啊 我说你这儿子 他都不回家 我说爸 你也别在家里待了 你就赶紧你也走吧 你去你去找你儿子去 我说那个让保姆也都回家 我领那孩子 我说 单独找个地方住 我说你看他连家都不管 老人很善火 真的这种嫉妒 会把你所有的善心善念 全都给障碍住 你到时候看不到孝道 看不到任何的那种爱 我火气发的很大 而且当时还质问我儿子 因为我那大儿子比较大嘛 我说你去在家等你爸呀 还是那个跟我走 我说我说你爸都不要在家了 我也走 我大儿子特别懂事 他说妈妈 你就领那个弟弟走吧 因为你要也不要爸爸了 爸爸老了谁管 我在家等爸爸 当然后来 我先生他回来了 回来这件事呢 也就过了 过去了 我也从来 没在传统文化论坛上 我去忏悔过 因为我觉得本来错就在他 你就是我话没说的怎么样 那你也应该回家 但是现在想想 他不是话的问题 人说话呀 他只是表面的 话的那个根 那个病根都是在心上 因为你心里是嫉妒 你心里是傲慢 你心里是贪婪 所以你出了这个话 你会把身边所有的这个 爱你疼你的人都给伤掉 甚至把你自己的 这个地狱的根深深的种下 因果都是自己背的 我经常谈因果 我也跟员工讲因果 但是我发现啊 我真的就是这次我发现 其实自己是最不深深深因果的 如果深深深因果 你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 生活 学习 事业中啊 我觉得 人真的很容易迷失 我们在家修行的 没有那么大福报 不可能说 身心一切都放下 所以当一个境界 又一个境界 每天来临的时候 姐要不要赚钱 这笔单子要不要做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你发不发火 老公有问题怎么办 你的朋友出现问题怎么办 人家突然一个电话 会不会打扰你 把这个以示恋心 这四个字 在现实生活中去做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 可能对于这个 大恶和大善的人 很容易 因为那种大恶之人 我觉得 猛人之间把身上那个出刺拔掉 可能真的会 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对于大善之人也是一样 他可能一点 他就能够彻底觉悟 我觉得自己是中间的那个人 既不是大恶 也不是大善 就是前两天在北京的时候 还有一个朋友 他没学过佛法 他我到了北京之后 他就请我吃中午饭 当时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静云 你们都说忏悔忏悔 你是不是光忏不改啊 光说不 光忏不悔 光说不改啊 他其实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吧 我没太在意 我说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 好像我们还是在改了 一点一点的小改 结果他说的第二句话 特别让我震惊 他说当忏悔 都变成一种傲慢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真的我特别震惊 后来我在想 是不是自己 也是在台上 把忏悔都当成一种傲慢了 没有说真心的 发自内心的 去愿意改 去肯改 你为谁改啊 天天讲信念的力量 生命的答案水之道 我买了一千本 我买了一千本不两千本 往外发 天天都看 根本都低不下头 我就看的那个谦虚两个字 老人家说 先从礼敬开始 先从礼敬开始 然后谦虚 然后做到谦卑 我真的我觉得自己 没有那种谦虚 为啥谦和都虚连在一起 虚到最后真的就是 继续空变法界 你能够 为谦受益 这是意境上的话 没有谦 真的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从北京回来之后 除了司机 那么当时正好晚上呢 沈阳论坛的那个主办方 给我打电话 我真的我跟他我就哭 我说 我说罗老师特别对不起你 我说沈阳三届大型的论坛 在省政府里举办 我说我三次都去了 我说我真的我是 带着一身的这种问题去 他还安慰我 他说没有境遇 挺好的 我说没有 我说人当一傲慢的时候 根本都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惜福 我们国内的传统文化论坛 想去听的观众非常的多 沈阳第一次论坛的时候 去年九月份 当时呢 只有三百张票 只有三百张票 我根本都没问有多少张票 谁跟我说 陈老师能弄到票吗 陈总能弄到票 我都没有问题 我说我这肯定能弄到票 可傲慢了 最后 大家知道我带多少个人进去吗 八十多个 几乎一大半都是我的 后来到那天进会场 好多人在会场外 进不去 着急上火 我当时那个 沾沾自喜 我说哎呦 你看我 带进去八十多个 而且全都安排前两排 贵宾厅 贵宾座 包括前两天 钟老师去北京讲课 人家特别不容易 给我安排两张票 我都没当回事 哎呀 不就听谈课吗 一点不懂得珍惜 我现在才想 为什么 自己以前没有朋友 我真的以前朋友很少 上学的时候也没有朋友 从小学习就好 我觉得 那你们是嫉妒我 我学习那么好 那你们当然就不愿意跟我来往了 我也不需要跟你们来往 我自己过得也挺好的 书中自有黄金 我从小就愿意看书 各种各样的书我都看 世界名著我都看遍了 我不需要跟你们来往 完全活在那个自我的世界里 没有爱 我跟罗老师忏悔 我是真的 那个票那么难得 我说你帮我做 帮我弄 我说我没有感恩的心 我说还有上台 第三次论坛的时候 就是上个月 主持人当时跟我说 说陈总 那个你讲课 那意思讲的一般 讲的比较理性 那后面呢 有一堂非常好的课 是音乐课 观众都很爱听 今天下午呢 有五个分享老师 特别多 你是第一个 你想着一定 别浪费时间 别耽误时间 你讲差不多 你要控制时间 你就下来 我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我真的我特别生气 我就坐在贵宾厅 我就说 我说你算了 你就报课取消吧 我不讲了 有什么又不是我主动来要求讲的 就是你们邀请我才来讲的 我的企业那么忙 我还不愿意来呢 当时后面很多义工老师都在后面 结果后来我上台讲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 自己啊 当时就是被阴过 我上去之后 他我在讲了 他当时给我一个小时啊 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时候 三十二分钟 底下就举那个牌子 我就把那个牌子看成 让我下来了 可能心里也有这个心结 我就把文一收我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人家那个牌子上不是让你下来 是说你要离话筒近一点啊 那个说话的声音太喷了 下来之后 然后主持人还特别安慰我 说哎呀 说陈老师你讲的非常好啊 你怎么下来了 我当时原话我就说 我说这不正好给你节省时间吗 你们后面时间不够用 那三十分钟都给你了 我下午得回大连 自己想想哈 就是自己那个言语啊 自己那个言行啊 咱都不用说是为人师 就最起码的世界的一个 道德修养吧 一个谦谦君子吧 都没有做到 我还领着我们单位女员工学女界呢 女界第一篇 她就是悲弱 我们当时那个员工 那个女孩子就跟我说 说陈总 她这个是不是糟粕呀 是不是糟粕呀 悲弱 谦卑的悲 柔弱的弱 是第一章 第二章是夫妇啊 她一共是七篇 我当时呢 的确没回答这个话 我说我请教一下董事长 因为从学传统文化之后 我对我先生很恭敬 虽然一开始也是假的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说的非常对 从假的开始做起 我就跟我先生真的一开始 做不到 我那是为了 当时一开始是为了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 他不让我去 我想那我就对他好点 对他好点 他就能让我出去了 我就对他 那装的可好了 以前我先生要说一句 我能劈了啪啦说十句 那后来为了出去弘扬传统文化呢 他要说什么吧 我就在心里硬忍着 我就听 我说现在反正你说吧 你说完了 你只要高兴了 这次我就能出去了 出去那我做义工 我能积多大功德呀 那我为我儿子 我还能积阴德 你这不懂这道理 我这比你懂得多了 你算啥呀 所以我记得去年 情话岛那次论坛的时候 我先生就说 说这个是政府邀请吗 有函吗 我就说这是函 他说那都谁讲啊 我就跟我说 你看还有中央党校的刘教授呢 然后他说那你都讲什么呀 讲科提纲是什么呀 心里想 我说你怎么这么烦呢 这都这么啰嗦 我说我这从来 我在家里 我真的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什么麻将也不会打 扑克也不会玩 平时从小就是 下了班就回家 下了学就回家的这样的孩子 我说不可能的什么 后来他就跟我说 说我就假惺惺的 我就说 哎呀 他就问我 他说你生气吗 因为在我家书房 我就坐那 他就问一句 我答一句 我说不生气 就假装说不生气 他说为啥不生气 我说你这是为我好 你爱我 你才这样的 我说那个 你是先生吗 先生说的都是对的 所以才会把老公叫先生 先生是老师 然后他当时听的可高兴了 他说你去吧 那个 那个你在 我在给你拿五千块钱 你赞助一下 这做义工是好事 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哎 我说这么 这么好骗 一骗就 就过去了 后来还有一次也是 都是这种 在讲课之前 哎 一到讲课之前 我先生就给我出难题 然后我就 都是那样假装 那装装 的确我先生这块 我就能装出来 有一次也是 他在电话里头骂我 隔两天就要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了 我一想这马上出去 弘扬传统文化 他骂我就得忍着 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把电话给关了 关了 他又打过来 我又给恩死了 后来然后他就来了个短信 他说你 你怎么不接电话 还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呢 太没礼貌了 我一想 我就给他回个短信 我说 特别感恩你 我说老公 我说那个 你的教诲啊 我都听见了 我说就是吧 我现在这个功夫还不到 我说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静下来 我那啥 我说谢谢你 结果我老公回个短信 他说 哎呀 他说其实是我不好 不应该发脾气 但是我 其实我就是这么 从老公身上 开始这种硬忍 就忍过来了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 你说这个女介上说 悲弱 她是不是糟粕 因为我先生 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他说你学习传统文化 很好 那你要做到三点 三点呢 第一点 你要锐智 而不奸华 第二点 你要仁厚而不迂腐 第三点 你要与时俱进 而不随波逐流 一定要这样 当时我心里就想 是话说挺好的 照你这样 基本上成佛了 全都是在中道上 我说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 当时他第一次 跟我说的时候 我一点不以为然 去年 我说 我说我 你不用说了 我都是后面 我是那个奸华 那个玉甫 随波逐流 我说你都是前面 行了吧 后来他没说啥 今年他又跟我说一遍 他说静瑜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三句话 你这样子的话 你看任何问题 你都不偏 不邪 你心永远都正 然后心要大 然后我真的 今年我就觉得 哎呀 为什么这个男人是天 男的真的是很智慧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悲弱 我老公当时就说 说 女人就应该这样 你告诉所有的女员工 他说这个绝对是精华中的精华 没有比这个再精华的了 他说你把这第一篇学到了 一定就是一个好女人 将来肯定会很幸福 他说你把这句话 告诉所有的女员工吧 我当时是原话不动 我告诉女员工的 但实际上自己心里头 没有去反省自己 也没有去看看自己啊 我是不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这次开始 反省自己傲慢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不就是让你不傲慢吗 你看他那个悲弱第一篇 他不就是告诉你 女的刚一生完小孩 你就得下来弄支瓦砖了 你就得收拾家务 那现在的肯定不是这样 就包括我生完两个孩子 那第一个念头就是 母与子为贵 我先生家本身男孩就少 就他一个儿子 他两个姐 他家又非常的重视男孩 我就是从生完我两个儿子之后 脾气长得可快了 蹭蹭蹭的 然后原先逢年过节的时候 还都我做饭 从生完两个儿子之后 逢年过节我就不做饭了 饭就不能做了 那我有两个儿子呢 你们那个 我两个大姑姐都是姑娘 那你们应该下去做饭去 所以他悲弱第一篇 真的就叫你谦卑的 都没有谦虚 就直接谦卑 我在想 自己 在忏悔啊 我自己的傲慢 和自己的嫉妒 和自己的贪婪的时候 我想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反思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我那天 在飞机上 我把沈安大师的 劝发菩提新闻拿出来 我整整读了好几遍 读了三遍 我在那读着读着 我就知道了 因为自己从来没发过大心 没发过大怨 也没有出离心 觉得这世间挺好的 小家小日子过得挺舒服的 挺自在的 那些事情 什么 大灾大难呢 什么众生很苦啊 什么生死啊 好像太远了 离自己根本都不沾边 我觉得在我周围 都挺好的 所以我想可能 自己就是因为 从来没有把这种 菩提心 觉悟的心 度众生的心 爱众生的心 发出去 可能才没有从根本上去开始 反观自己 让自己能够 变成一个真正的 能够成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器 聪明也没有用 都白费了 都没用到正地方 全都浪费了 有十分劲 可能我只是用个一分两分 差不多就行了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包括前一段 我记得 我有一次 跟我们家员工啊 在探讨 探讨 弟子归啊 他为什么是 第一篇是 入则 笑 一直到最后一篇 他是余力学文 然后我跟我们家员工 在探讨的时候呢 我平时啊 就特别 看不上我家 有一个员工 因为我觉得吧 他吧 我要到这个 月底 要写传统化心得的时候 他就从网上 给我抄 荡一篇下来之后 给我 也不是自己的心得 平时 念这个 念这弟子归的时候 也是 漠不关心的 那样念 讨论的时候 从来也不吱声 不爱说话 我就从来没把他 放在心上 我就想这个 真是 公司里的大钉子 什么时候他走了 就好了 总是跟我作对 结果那天在 我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就问大家 我说为什么 第二篇是这个 出则剔啊 出则剔都教我们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那么聪明 可能员工都 没有能打上来的 就我自己想到 这个问题了 我就问员工 员工是七嘴八舌的 都没打上来 结果这个员工呢 就 默默的抬起头 说了两个字 他说陈总 他教的就是恭敬 我当时其实就愣住了 我说 咦 我说他怎么能想到呢 他平时他也不好好 学传统文化呀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是没有认真学 但是他的确 他是每一次 见到我鞠躬鞠得 最端正的一个 然后后来我接着又问 我说那第三篇 为啥他就是景篇呢 他怎么不是那个信篇呢 或者是不是那个犯爱重啊 或者是亲人呢 我说他为啥是要教这个景篇 景篇教我们教的是什么呀 员工也是一顿说 都没说出来 然后我就瞅他 我说那你说一下 他就也是很缓缓的 他平时说话就慢慢的 他说陈总 这个教我们的是教慎独 慎是谨慎啊 独是独处 的确景篇 他一直讲的是 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上车所应该怎么样啊 入虚事如有人呢 是这样子的 你在人前恭敬 可能都是事上装的 你心里头没有这种 真正的恭敬心的话 那么你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那会很放逸 而且对人对事对物 不一定都能够做的 那么圆满 我就很惊讶 等着那个 我就说 我说那 为什么他下一篇是信片呢 很多员工也都是 七嘴八舌的 没说出来 结果他也是特别缓缓的 很镇定的说 他说这个是教怎么说话的 他说陈总 就跟你成天啊 讲的那个口语啊 它是一样的 就是要 不两舌 不妄语 不启语 不恶口 他说他就是讲你们这四个的 我其实当时 问完这个 我就没再敢往下问 后来我就一直没想通 我说他怎么就会能够 学的 能学 能不能 他平时没觉得他能这样啊 他怎么回事呢 我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是昨天 突然之前我在反省自己 忏悔自己的时候 我才开窍呢 因为这员工 从来不傲慢 从来不嫉妒 从来不贪 他没有这种三重障碍 爱着他在前面 他自信里就能把这个智慧 把这个觉悟之道 很自自然然的就跟你说出来 不需要去 你反思啊 想啊 琢磨啊 去看呢 所以我在想啊 真的 如果 想精进的话 想每一天 都放下一点 贪嗔痴慢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根找出来 像老法师说的 把最重的那个病根啊 先对峙它 我自己 以前一直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重的病根 真的 我觉得我吧 都差不多 哪个吧 都 都还可以 没有认认真真的 开始去反观自己 反省自己 那天 胡老师说 每天 把自己身上 二十条 不如人的缺点 给列出来 把身边的人 二十条 比你好的优点 也列出来 我当时我就想 这太难了 二十条 你要说列个三条两条 可能是差不多 后来在 也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就想 难也做 自己找吧 拼命的找 我当时我就 跟我去的 还有一个我员工 我就说 我说那个 你看我先写谁 比较 比较好 找他的优点 我那个员工 非常理解我 他说陈总 你先写你先生吧 因为这个是 你最近的人 你一下子 肯定能够 很容易找 我就拿出本来 一样一样的力 我觉得 我觉得人在找的过程中 就像进到那个 一个深山的一个宝藏里 一开始 可能是黑黑的 你都看不见什么 也不知道早能找到什么 但是一点点慢慢的 好像那个 宝库就亮了 你就能够越找越多 我其实最后 我把我先生那个优点 找出去 二十多点 二十三条 我比他那个还超了 然后我就准备找自己的 后来我把那个本 在翻页 准备找自己的时候 我就把笔料下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的的确确确不用找了 先生身上那个 二十多条优点 全部都是自己身上 二十多条毛病缺点 比如说我发现 先生这是以前我没那什么的 我发现他这个人 特别中义气 可能男人都是这样的 他有一次一个 跟他还不是很熟的朋友 突然过年前 出车祸死了 还是离婚的 家里又老又小 然后呢 他的父母就 不知道怎么就通知我先生了 他那边还工作还辞了 我先生去医院 兜里恰好有三万 就把三万都扔下来了 回来还跟我说 说这个真是可怜 过年前就去世了 说你们那个 你学佛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 能做点佛事的 帮他做一做 他说我就兜里 当时带了三万块钱 就扔下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 其实哎呀 三万这么多 其实我的 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也不是员工 就见过那么一两面 然后他父母看见 因为他那这儿 就特别想去 我先生的公司里上班 打电话 他手机里 就有我先生的电话号码 他的母亲就 按照这个号码 就着急 就给我先生打电话 我先生就去医院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 仁义啊 后来我就想我自己 没有 缺 特别缺 我小的时候 在十岁的时候 得过一场甲肝 那是唯一一次 有这么大的大病 在之后身体就还可以啊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会得这个甲肝 其实一直是直到 去年开始学传统文化 才明白 缺少人爱 没有那个人字 没有到什么程度 我有两个弟弟啊 他们不跟我生活在一起 我从小呢 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爷爷奶奶对我很好 家庭条件也不错 我弟弟要是偶尔放假的时候 到爷爷奶奶家去看我 我爸和我妈领着去看 我那个东西 他们一样都不能碰 我全都给锁起来 我从小本身就爱干净 有洁癖 他们要碰我就觉得特别脏 而且要是给我弄坏了 怎么办 我就现早锁着 自己都给钉上了 把那个门都钉上了 我奶奶就很生气啊 就说我 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东北话说 怎么这么独性啊 自己不觉得 有一次 包括我弟弟暑假来 我爷爷就说 你学习那么好 因为我弟弟学习不好 说那你教教你弟弟 看看怎么把他功课啊 提一提 我当时想那么一想 我就说 我说我又不是家庭老师 我凭什么教他们呢 我也是自己学出来的 谁让他脑子那么笨呢 我爷爷特别生气 当时就把我给打了 小的时候我挨了不少打 但是 我觉得我那种 忍受啊 不是心甘情愿的 就是因为我不怎么 一般不说话 一说话就很顶人 很顶死人 所以我在来之前 我还跟机遇老师说 我说机遇老师 你那个报告啊 傲慢心害了我 你都不用再做了 你就都让我做吧 我说我比你那严重多了 你跟妹妹那样 我跟我两个弟弟都这样 从小到大都是 本身又没生活在一起 就没有那种 凶 凶 姐姐对弟弟那种情 没有那种感情 特别傲慢 自己觉得我学习好 我工作好 我事业好 我什么都比弟弟强 一点都没有 所以才会得这个肝病 我就那天 我就列我老公 这优点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 我就在那丑 我说真的 真的就不用再列了 他人家身上的那些优点 全是你的缺点 我这两天 每天都是 拿了个小本 随便找一个人 实在找不出20条的 哪怕能找出10条 8条 一条一条的血 就看人家那个好的地方 绝对不看人家那不好的地方 把这个从念头上开始转 因为傲慢的人吧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先看人家 眼睛里特别能挑 就容不得沙子 一看就能找出问题来 特 哎呦 我觉得这方面特别聪明 很容易就能看到人家的问题 我到单位的时候就是 这块收拾不干净了 那个办公桌没弄好 这个工作没推进 看的全是问题 我们家原先有一个员工辞职走了 他就跟我们家一个高管 就说说 哎呦 我特别怕陈总站在我身后 他一站在我身后 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当时我还说 我说至于吗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因为自己啊 太傲慢了 太自以为是了 你可以把身边的那些 好的朋友 好的员工 好的善缘 一点一点的全部都断掉了 身边没有人会给你提建议 因为你也不听啊 一点点那个福报 全都折损了 老祖宗有一句话叫福在受见 有福报的人呢 在于能够接受建议 这个话是大慧老师跟我说的 他当时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是基于福在受见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人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点点的 当你不接受这些建议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给你提这些建议 我之所以胡老师这次能给我提建议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假的成绩都有效果 我是在第三次这次论坛 胡老师去了 因为很多人都很恭敬他 我其实以前我是 我是很 就是觉得哎呀 都离他远远的 人家那么大德对不对 咱那个也没必要上去 这次啊就是觉得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觉得先假装一下吧 我其实是假装 哎呀很恭敬的 请教问题 是胡老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然后胡老师去机场的时候 正好我是带车去沈阳的 那个当时车比较紧张 我说哎我说胡老师 那拿我的车去送你吧 司机 其实是我觉得挺假的 那个不是很真的 就这么一点点假的那种 恭敬心啊 都能够得到胡老师的那种厚爱 我后来我想要是真的 真的那种沉静 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话 会得到多大的利益啊 包括佛的这个经典 佛的教会 没有恭敬心 把经典全都当成知识来看了 知识是什么 记在脑子里回过头来去 去训别人的 偶尔看看自己 还可以 都是这样 没有变成一种智慧 智慧一定是自己受用了 他才是智慧 我自己没有得到受用 因为毛病习气 没有深刻的改正 老法师在《华严经》 学习《华严经》 《菩萨三重账》里头 他提到 这三重账的时候 反反复复 就是让谦虚 我真的 那个好多页 一后饼子 我从昨天到今天 我没记住那么多 我就记住一个谦虚 老法师 而且他说 跟世间法比 儒家学说 也提到 傲慢呢 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烦恼 这种喜气 那么儒家学说 提到一句话叫 傲不可掌 但老人家说呀 傲不可掌 在世间法里 你起到一个 断恶修缮 出不了六道轮回 一定要把傲的根 彻底的拔下 不是不长 而是压根就连根拔下 还是从理静做起 我就今天看那个理字 我看了半天 我就比较 我比较喜欢研究中国字 你看那个字 就看他那个字形 它都是一个智慧的符号 你看那个理字 那面是那个视线的视 也可以是祭祀的四 这面那个形状 特别像一个人跪着 你如果当着大众 你跪不下去 你的心里有没有下跪 你能不能够 让你的心低下来 你的心低下头来 去接受 去理静去 普贤菩萨十大院 第一个就是理静诸佛 我那一阵我还想 为什么他在十大院 是从理静开始 他怎么 不把那个请佛诸事 放到第一个 请佛诸事也挺重要啊 我以前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自己没有真正的去做 他也是有次第的 就是理静 只有理静 先做到理静 可能后面的一切啊 才能够产生效用 它是一连串的 理静不仅仅是理静 我们这个人 还有事 还有物 一切一切的都要理静 包括感恩 我就在想 自己为啥生不起感恩的心啊 那天我看那个感恩的恩也是 恩是不是上面一个因 底下一个心 当你的心 根本都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生起感恩的心 你根本生不起来 你那个鞠躬也是假的 我真的我以前也鞠躬 都是假的 我这次出门之前 我从来没给我们家保姆 鞠过宫 我觉得以前 偶尔可能鞠过吧 但是好像 就是那种点下头就那样的 但这次我出门之前 我特别深的 我就鞠了个宫 我鞠躬的时候 我那个眼圈就红了 因为我觉得 我这从北京出来 马上又去香港 家里头一大摊子 都扔给人家 帮我照顾家 照顾孩子 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当时眼圈就红了 我就 半天我没起来 后来从来没鞠过 90度的工 第一次 我起来之后 我就说 特别谢谢你啊 江姐 我说我不在家 你帮我照顾家 我说你真是不容易 后来我家那保姆眼圈 就红了 哎呀 她说静怡没事没事 你出去 那个 弘扬传统文化重要 你家里你就放心吧 我都能帮你照顾好 就是自己没有找到原因之前 你做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流于形式 都没有从心上做 事上是都做了 但是心上没有 嘴上是都说了 但是心上还是一样 说那些谢谢的话呀 感恩的话呀 每天念那些感恩词 都是假的 包括每天给佛菩萨鞠躬 每天给佛菩萨去跪拜 想没想过原因 如果没想过这个原因 那种深深的能够报效 上报佛恩的心 下化众生的心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 我也是这次在出来的时候 我在给佛菩萨 拜的时候 我每拜一个我就在想 怎么自己就没有感恩 这种无量节来 佛菩萨对你的这种不舍不弃 自己一大堆毛病问题 为什么佛菩萨和善知识 都还在你身边 不会舍离你 其实我在出去 弘扬成等文化的时候 每一次在酒店里头也拜 但是拜佛的时候 当没有这个心提不起来的时候 那习气一点你都挡不住 我在石家庄的时候就是 当时我提前去了 去了因为原因呢 是当时那个 希望我能够去帮着辅导 另外一个老师 结果我去了之后 那个老师呢 因为有事又去不了了 然后我们那个团队负责的人呢 就跟我说 说静云 我们出来呢 就是我就 我当时我就特别火 我说我那个公司 也特别忙 你说我出来 跑出来两天 我啥事没有 我就在这块坐着 然后等着论坛开 这边又都没有我的事 然后那个主办方 那个我们那个负责人就说 说静云 我们要抱着去 伺候别人的心啊 我一听我就觉得特别炸 我说什么伺候啊 我说我父母还没伺候呢 我跑到这伺候这些人 我说凭啥呀 我说这讲的好不好 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说我自己也没讲那么好 我说我也辅导不明白 我当时我就原话这么说的 其实我在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刚在酒店里头 房间里拜了一百下佛 都说拜佛能够对治傲慢 对吧 我后来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时就没对治了 我还是由着性子 那很傲慢 我说凭什么他算什么呀 他是老总 我也是老总啊 那他不过来让我在这儿等两天 我干嘛我要等他两天呢 真的是特别 我当时就是我把那个义工老师 也给训了 我说你们这帮义工老师 你不弄清楚了 你就让我带带带过来 我说家里一堆事 又是员工又是孩子的 结果现在真的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恩 当你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 你一定能生起感恩的心 就是每一个人 你经历的每一件事 都是佛菩萨安排好 来提升你的 我前两天写过一篇文章 我自己反省自己的一篇文章 我就说生命啊 生我的这段生命 它就像一个考卷 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人 他都像一个主考官 他给你出各种各样的考题 有比较容易答的 很简单 你就过去了 有比较难答的 没答过 下一次怎么办呢 这考官来给你提交的卷更难 一次比一次难 我们在答卷的时候呢 好过的 很容易答过的 没有必要去生这个欢喜心 没答过的 逆境很难答的 也没有必要生称慧心 我最近呢 我就自己做这种观想 就是来到的人和事 我都这么观 我觉得挺有效果的 就比如说这次从北京回来 一个老师 一个老总 他就是去北京也是接我 然后这两天跑 都是他开车接我 走的时候就给我往机场送 结果这个老师呢 他是因为刚学车 那个车开的就 很不好 就是很慢 然后呢 我在那个车上 我们去往机场的时候呢 他来的就很晚 往机场赶的时候 又天又下雨 我就说 我说你把导航仪开开 我们按那导航仪 能不能快点 都好 结果导航仪开到这个 三环的时候呢 他有个箭头 他这个车牌 这个箭头 就是外面路上 那个马路牌 那个牌头啊 和他导航仪就不一致了 我当时少了一眼 我就说 我说你这个 错了 你停一下 咱应该这么拐 完了这个老总呢 就跟我说 我说你竟于这按导航仪 那个不对 我说那牌子明明写着 他没有 就这么走吧 他我从来没错 就肯定没错 我都在北京这么长时间 我说好 结果的确是错了 我们就绕一圈 完了我一看那个时间 还剩不到五十分钟 就要登机了 我们还没上那个机场高速呢 我就有点 那个火就稍微就有点又起来了 你说听我的 他不就对了吗 我就当时是 就语气就有点不好 我就跟我的员工说 我说你安排一下 看能不能转签吧 因为我是非常着急回家 因为父母当时还在家里头 我父母这周要去美国 我还没看见他 我就很着急 我说你那个赶紧安排改签吧 你脸色就很 马上就刮就下来了 然后其实那个老总在前面吧 就没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错了嘛 他什么都没说 我觉得这是第一念 第二念 我就想 我这刚刚跟胡老师忏悔完 要放下傲慢 放下嫉妒 放下贪欲 我这不又是傲慢吗 自己觉得自己对了 你看他没听我的 这又不顺我意了 这是生活马上给我安排的考卷 我绝对不能这样 我马上得改 我第一念错了 我第二念回来也来得及 我就说 我说那个张总 我说你别着急 我说那个要不行的话 那个就改签 我说我没啥事 后来其实我一说这个话 那个老总是个女的 他就眼泪啪就掉下来了 他说陈总 哎呀我对不起 又耽误你 我说没事没事 我说正好咱可以 要是晚了 咱可以在机场多绕会聊会天 后来上了飞机之后 他就还给我发一个短信 他说陈总谢谢你 他说 你这堂课教我 怎么看到自己身上的自大 我说其实我也是一样 回到家也是 我一下飞机回到家 我那个大儿子和二儿子就一点小事 我刚一进家门就一点小事 那老二啊要洗手 洗手他插了一手的洗手液 老大呢也要过去着急洗 他俩抢一个水龙头 老二不让老大洗 拿这个洗手液的手拍了一下老大的脸 老大就火了就开始嚎啕大哭哈 要照我以前我肯定很生气 因为你看我父母在那 我又刚回家 老大都八岁了 我就会批评他 那天我就没有 我说哎呦 这是第二个考卷 我就说 我说儿子 咱不哭哈 妈妈不行 我就很生气 我说儿子 我说有一个道理 你要懂 我说咱 我说二宝 我那老儿子二宝 我说二宝是错了 他不应该去拍你 打你脸蛋 那么你想想 咱是不是不应该拿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啊 你看你哭的 嗓子也哑了 然后哭得很难受 很伤心 你摸摸心脏 碰碰碰直跳 浑身的细胞都紧张 我说那你不是 把他的过错 都放到自己身上 惩罚自己 我对自己不好 其实我说完了 不一会儿我儿子就搂着我就说 说妈妈 其实我也不对 我不应该发火 二宝打就打吧 他太小了 他不懂事 我大儿子就这么说的 后来我就想 真的老法师说的太好了 心平气和 才能够去接受佛法 才能够去接受经典的教诲 就像张家大师 当时传法的时候 不说话 等半个小时 才告诉你答案一样 我们心服气躁的时候 受不到任何佛法的利益 全都是假的 我希望 我自己能够 在这次深深的忏悔之后 认真地改过 也希望 也希望 所有的老师 同学 同修 都能够去监督我 能够真正地 去报效佛恩 报效父母恩 报效众生的恩德 如果有一点点 得到这种佛法的真实效益的话 全都是来源于生活 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考卷 不会打 以前真的不会打 我跟我儿子发活 那真的是 就第三次沈阳论坛的时候 我就刚打完他 胡老师见面说 他也打了 我当时心里头还想 哎呦太好了 他也打了 我说 我说 对我也刚打完 但我先生真的是 他从来不打孩子 他每次他都很 会很温和的 他把这件事情 给他解释明白 像对待大人 对待自己的朋友 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他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决定 真的先从自己身边做起 从身边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工作当中的每一个历练 像李老师 李总说的那样 把这个心每天都投了干净 投了不干净 投了下去一点也行 像钟老师告诉我的一句话 我真的我一直在想 他说看不破 我们可以先看淡一点 放不下 我们可以先放松一点 真的是不能以下 我看不破 很多世间的这些 东西 让自己的这个障碍 全部都 不能够让自己的自信 能够透出光明来 一点点的去看淡 一点点的去看淡 如果每一天 我们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的话 我相信 什么傲慢呢 什么忌妒啊 什么贪婪呢 什么称慧啊 他可能都会离我们 一点点远去 这些东西 你走的时候 他也带不走 还不如都给他放下 放下之后 干干净净的 回去 回到极乐世界 回到那个母亲的怀抱 外面 贪真吃卖 就像四个特别好玩的朋友 总是在诱惑你出去玩 你不要贪 贪着 贪着跟他出去玩 要想着回家的那条路 每天不要忘了念佛 不要忘了去 按照经典的教会 去修正自己 我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 自己 真的是被贪嗔吃慢 这四个爱玩的朋友 给诱惑的在外面 不知道回家 迷途了 不知道返回 佛号也经常忘了念 提不起来 心里24小时 可能连十分钟都没有 那个佛号在心里 真的是很愧对 很愧对所有的这些 爱护我 帮助我 和教导我的人 今天呢 时间有限 我呢 我呢 只跟大家 忏悔和汇报到这里 非常感恩 所有 能够听我忏悔的朋友们 希望我们能够在 菩提道上 一起同行 感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